暑假一開始就在花蓮舉辦的 2014慈濟大專心靈成長營 今天舉行圓圓典禮 全球各地的慈濟勝利軍一起發願 要用年輕人的力量 傳遞善的能量 慈青們慈熙發願 共同推行五省 省水省電省油省時省錢 各區慈青學員分享推行五省的成果 從淨灘 任養農田 割稻 體驗自然生態 了解民生物資 得來不易 嬰兒更懂得珍惜 每位慈青把握姻緣 認真投入這幾天的課程 學員們感觸很深 透過圓圓分享 讓彼此成長茁壯 有慈青更因此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發心力願行大善 我當初的那份初中找回來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我站在這裡的 這個信念是為了一份單純的善念 所以我一定會繼續在慈濟 這條路上好好走下去 也有慈青因為從小就接受慈濟的援助 力士回饋助人 因為自己本身是護理科 就是希望在護理科畢業之後 能夠回來製液體服務 那事工上都這樣醒腳了 對不對 就是慈濟需要我就會在慈濟的身邊 就是我希望發而遠 學習慈青人文 傳承禁思法脈 學員們收穫滿滿 希望將這些善知識帶回校園 牽引更多的青年加入慈濟的大家庭 讓善能夠延續 大衣新聞 陳千惠 溫國家 華聯報道